你知道修建青藏铁路有多难吗? 曾经有外国人表示,只要有昆仑山在,中国人就永远无法翻越唐古拉,跨越可可西里将火车开到拉萨。 然而,自1958年开工建造以来,直到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,我国三代铁路人背着氧气罐铸造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,青藏县。 可由于受到了高原影响,使列车内外的温差达到了二三十度,那列车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运行的呢? 在经过可可西里地区时,你可以看到铁路两旁的公路上,树立着许多两米高的铁棒,数量多达1.5万根。 这其实是辅助铁路通行的高效导热装置,名叫热棒。 而之所以要设置这么多根热棒,则主要与高原动土有关,动土是指零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。 由于动土具有流变性,因此在修筑工程中就会面临两大危险,分别是洞胀和溶沉。 高原动土层对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,虽然青藏高原的温度常年都在零度以下,深层动土可以常年保持固态, 但是表面的那一层土壤,则会受到季节性太阳辐射热变化的影响,从而发生形体上的变化。 这对青藏铁路产生了巨大影响,地基变软,局部下沉,甚至是地基塌陷都有可能会发生,这些统称为动土病害。 1962年,我国东北地区修建在动土层上的铁路线,就因动土病害而发生了一场悲剧。 路基在4小时内迅速下沉了1.4米,导致列车掉了下去。 据统计,青藏铁路85%的路基病害都是由动土层融化引起的。 因此,这1.5万根热棒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热棒主要是由碳速无缝钢管制成的。 虽然地面上只露出了2米,但地下却有5米深,一根热棒被分为了三个部分,上下两端分别是蒸发段和冷凝段,中间是过度绝热段。 它的结构是一个密闭空心的,内部装有沸点较低的液氮。 由于热棒是单向传热性能,因此热能只能从地下向上传输。 在冬季气温较低时,内部的热量会蒸发到顶部,通过散热片将热量传导给空气,冷却后再液化回到底部,从而确保了动土状态不松软。 而在夏季温度较高时,内部的液体就会全部变成气体,从而停止工作。 简单来说,就是通过热棒的单向制冷作用,使冬季在地下冻土层中储存大量冷量。 在夏季时,使冻土不致融化,形成涌动层,从而提高了冻土的强度,防止了地面溶沉。 如此独特的冷却地温的作用,使热棒也被称为磨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